在美欧领导人轮番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后 美国总统拜登终于出动了 1月20日 美国总统拜登突然出现在了乌克兰街头 这让全球的媒体颇为震动 因此此前没有任何消息披露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拜登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访问基辅 这背后又有什么玄机 在我看来 拜登此时突访乌克兰释放四个重磅信号 一是俄乌大战即将爆发 拜登到前线给乌克兰打气 俄乌战争发展到现在 战场上你来我往的炮弹 每天都以万发为单位计 而且经历过了前段时间 互相在谈判方面的试探后 大家都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这场战争已经深化 只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地步 在现阶段 谈判根本没有空间 双方立场相距甚远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美西方对乌克兰统筹了大量军事援助 而俄罗斯征召的新兵的深化训练 也快告一段落 可以投入乌克兰战场了 试想 一边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大量武器 另一边 是俄罗斯最新征召的三十多万人即将到位 大家政治上完全谈不拢的情况下 一场大战必然在不久的将来爆发 这场战争将比过去一段时间里的俄乌战争更加惨烈 拜登这个时候访问乌克兰 很大程度上是要给乌克兰打气 避免乌克兰在关键时刻泄气投降 二是美国有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的意图 美国在乌克兰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源 并且已经把俄乌战争定位为一场确立东欧政治经济秩序之战 在这种情况下 美西方投入巨量的资源打这场战争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美国一直认为自己真正的战略对手只有中国 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并不希望长期被拖在乌克兰 否则美国更重要的印太战略就会无法快速推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有与俄罗斯妥协尽快结束战争的潜在意图 但美国的想法是基于当下的现状妥协 即现在俄罗斯控制的地区归俄罗斯 乌克兰其他地区全部并入北约体系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地缘战略上服从北约 俄罗斯怎么可能接受这种立场呢 所以美国多次试探 俄罗斯都直接拒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就希望通过一场大的战争 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 或者是通过乌克兰让俄罗斯吃大亏 最终让俄罗斯失去继续在乌克兰推进的信心 一旦如此 美国就会抛出新的橄榄枝 迫使俄罗斯屈服 基于这样的逻辑 美国的一途是 要通过大力支持乌克兰 狠狠地和俄罗斯打一战 来确立美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格局 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 拜登这次访问 是大战即将来临的重大政治信号 三世继续施压欧盟加大对乌援助力度 对乌援助 现在看来一年差不多千亿美元的水平 这些钱除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的贷款之外 就是来自美西方的援助 其中来自国际机构的资金 主要用于乌克兰的正常运营 而武器装备的援助则主要来自北约成员国 然而要打一场能对俄罗斯伤筋动骨的大仗 现在这些援助还是不够的 所以拜登要借助这次访问乌克兰 给欧洲进一步施加压力 美国在2月3日刚刚宣布 向乌克兰追加22亿美元 新军事援助计划的情况下 这次拜登访问乌克兰 再次宣布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事实上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美日还进行了密切沟通 就在拜登宣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后 日本立刻大笔跟进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2月20日拜登访问乌克兰当天 按田文雄在东京都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上高调宣布 日本将向乌克兰追加55亿美元的援助 按田文雄说 这是与他国相比不至于惭愧的规模 从美日这一唱一和高调宣布 对乌援助情况看 站在美国角度 这就是在比欧洲加大援助力度和交付速度 站在日本视角看 这就是在为自己未来分享东欧 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那投名状 似是拜登要为2024年的大选做准备 拜登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突访乌克兰 在美国国内的目的是要为自己的连任做舆论准备 俄罗斯在美国舆论中的形象是邪恶的代表 拜登要扮演一个对俄强势总统 访问乌克兰前线就非常有意义 当然从拜登的选举考量视角看 现在还不能确认俄乌战争对拜登大选的影响 到底正面还是负面 所以拜登访问乌克兰 要尽量在自己高调宣布连任之前做出 基于上述四个重要信号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得出俄乌战争 将会进一步升级的结论 也就是说俄乌需要一场大决战 并且各方都在考虑用这场大战的结果 来定接下来的国家策略 日本作为俄乌战争的域外国家 现在不惜彻底得罪俄罗斯 也要对乌克兰进行大力的军事援助 根本原因就在于 美北约已经将这场战争 定位为东欧政治经济秩序确定的战争 如果这场战争是东欧政治经济秩序确立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美西方和俄罗斯都会大力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站在美西方的日本而言 他要通过这样的军事援助来表明身份 换句话说就是像美北约那个投名状 在这样的形式下 如果我们注意一个细节会发现 美国针对中国一方面是打着缓和关系之名 想尽一切办法与中国进行沟通 另一方面却又对中国进行了持续的挑衅和打压 不但在台海问题上有险恶企图 还要求中国承诺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甚至施压中国削弱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与经贸往来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美国面对中国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形势发展到现在 情况已经开始明朗了 美国的目的还是想通过对中国施压 迫使中国在俄乌问题上转变立场 减少甚至停止与俄罗斯的合作 从而有利于美西方逼迫俄罗斯 接受西方确立的东欧政治经济秩序的格局 说白了 美国的想法就是 要逼中国在俄乌问题上让步 通过施压中国分裂中俄关系 从而达到对中俄各个击破的目的 理解了美国的核心目的 我们再回头看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非正式接触情况 王毅强调了关于三个方面的立场态度 一是关于所谓无人飞艇事件 美方明显是滥用武力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严正抗议 如果美方执意借题发挥 炒作升级 扩大事态 中方必将奉陪到底 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 二是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立场非常明确和一贯 既明白其中的历史经纬 又坚持劝和促谈 并且一直基于 这个基本原则 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美国试图迫使中国 接受美国的立场和态度 那是别有用心 至于中俄的全面战略 写作伙伴关系 那是建立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是两个独立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 中国当然不会接受美国的 指手画脚 甚至胁迫施压 中国这番表态 实际上已经疯死了 美国想施压 中国改变对俄罗斯态度的路线 你美国要搞 那咱就搞到底 中国不接受任何胁迫 三是关于台湾问题 中方仅有两句话 一句话是告诉美方 要维护台海稳定 就必须坚定反对台独 真正坚持一中原则 另一句话是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要尊重历史事实 信守政治承诺 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 也就是说 美国如果不做到这两点 那台海就难以稳定 过去我们总是在台湾问题上长篇累赌的说 现在用的篇幅都少了 非常简单干脆 这其实体现的是中方的自信 告诉美方怎么搞都不怕 这三个态度扔出来 俄罗斯的定心丸当然就吃下了 接下来王毅立刻访问了俄罗斯 这次访问 其核心就是安全 只要中俄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世界的稳定大局就没问题